怎么还没来呀 冻死了快 楠楠 那你等着急了吧 你还好意思说呢 我是跟你说的几点呀 刚才老板让我加了一伴 我就来晚了 不好意思 就你那个工作干跟不干有什么区别呀 我这不今天下午请假了 好好陪你 你陪我干什么呀 我需要你陪吗 你怎么一点上进心都没有啊 本来你一个月症能就不多 你还想偷懒呢 咱们两个不是也好长时间没有出来玩了吗 再说了 你给我打电话 我也想跟你多待一会儿 所以我就急着过来了 有什么好见的 齐志强 我告诉你 咱俩就是一个星期不见面 我也不再想你的 你怎么能这样说呀 你可是我女朋友 我是你女朋友 但是我告诉你 我当初真是后悔跟你在一起了 你说你自己穿着这身出来 你不嫌丢人呀 出来见我也不知道换成衣服 这衣服也没什么呀 暖和 你冷不暖和我脱给你吧 行了吧 就你这衣服 我告诉你 你给我我都不要 蓝蓝 你给我打电话叫我过来干什么呀 我说有事跟你说 什么事 咱俩也在一起这么久了 是不是该考虑结婚的事了 结婚 这真太好了 你们那边都有什么规矩啊 规矩啊一切从简 我告诉你 咱俩要结婚 你必须拿出这些 三万呀 三万 七十钱 我在你心里就值这个数 我就这么不值钱吗 我告诉你 三十万 少一分都不行 三十万 这是不是太多了 多什么多呀 现在谁结婚不要这么多钱 就你 一个穷鬼 你也知道 我们家条件不好 我一个月也挣不了太多钱 少一点呗 不行 我告诉你 要想跟我结婚 必须拿出这个钱 还有啊 你也知道 你自己没什么大本事啊 整天就知道在工具搬砖 你还会干什么呀 这 我也不会干别的工作呀 蓝蓝 你今天怎么这么生气呀 要不我请你吃饭去吧 请我吃饭 这一次去哪儿啊 这附近 开了一家 本面 咱们去吃面吧 你能不能别恶心我了 十次有八次就是吃面 你出来吃面你会干什么呀 崔志强 你看别的行李出去的时候 人家都是去大餐厅 就是你 吃那些苍蝇小馆 你也不嫌丢人 咱们北方不都是吃面吗 这 成了 我才不去呢 我告诉你 咱俩结婚 少了这个数不行 还有啊 就你这种 要钱没钱 要工作没工作的 要脸面没脸面 我能看上你 就是你的福气了 我知道 那个蓝蓝 你别说了 这三十万的财体 我真拿不出来 你少一点的钱 行不行 拿不出来 可以啊 那咱俩就分手 自己好好想想嘛 来来 咱们还没说好去哪吃饭呢 要不去沙仙呀 喂 张总 啊 要不我下午过去吧 现在我跟合作方见个面 哎哎哎 好嘞 到时候啊 咱们见面要聊 哎 现在啊 公司发展的越来越大了 业务也多了 我相信啊 用不了多久 公司就能上市了 哎 这天啊还挺冷的 哎 崔世强 蓝蓝 好巧啊 是啊 这么大的停车场 都能遇到你这个穷鬼 不过崔世强 这么多年没见了 你现在 穿的倒是人模狗样的了 蓝蓝 没想到这么长时间没见了 你现在 还是以前那个样子 那是 你还以为 都跟你一样 穷鬼一个 连个正经工作都没有 现在 就算穿着这身皮囊 你照样是个穷鬼 不好意思啊 多你的福 我现在啊 不是以前那个穷王蛋了 做了点小生意 哟 把自己说的这么好 难道你不是穷鬼 还是个大老板 就你这样的 你要是大老板 那所有人都是了 唉 不过我是不是大老板 跟你也没有什么关系了 咱们两个 都分手这么长时间了 你现在过得怎么样 我过得 当然比你强多了 崔世强 行了 你是什么人 别人不了解 我还不了解嘛 这几年不见 什么本事不会 吹牛的本事 倒是挺贱的啊 蓝蓝 咱们两个 毕竟以前也谈了很长时间的 这一见面 你没必要 每一句话都挖苦我吧 我这不叫做 我挖苦 我是是想让你认清事实 崔世强 当初我离开你啊 这是正确的选择 要不然 说不定还在哪个工具搬砖呢 不过 我当初幸亏没有选择你 要不然 我会后悔一辈子的 也不会有我的今天 那最好不过了 崔世强 这几年不见 你这次回来干什么来了 咱俩分手之后 我可是听编织说了 说你出去打工去了 难道 这是在外面混不下去了 怎么可能啊 咱们俩分手之后啊 我确实是出去打工去了 不过 经过我的努力 我慢慢的往上爬 最后啊 开了一家公司 现在发展的也挺好的 哟 就你这样的还开公司的 什么公司 这叫公司 你说谎都不带眨眼的呀 崔世强 当初我还真是看走眼了 天龙集团你听说过吗 这家公司是我的 天龙公司 我当然听说过 但是你说是你的 行了吧 你不听就放了 董事长 你怎么在这里啊 张总都等着急了 你给张总说一声不好意思 我现在就过去了 这碰到了一个故人 行了 姑娘 他是花多少钱聘的你啊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董事长 你这朋友怎么这个样子 他不是我朋友 是我前女友 以前 因为我拿不出来三十万的彩礼 跟我分手了 原来是他呀 这幸亏啊 你没跟他结婚 要不然啊 你得后悔一辈子 啊 那个董事长 我差点把正事给忘了 那个李总把那个工程款 已经打过来了 一共两千万 这是那个合同 你签收一下 好 我知道了 到时候我会签字的 那个 呃 强子 你真的是贴了公司的东西呢 有假包换 没想到 这才几年不见 你现在这么 这么有本事啊 那强子 既然 你都这么有本事了 那你也感谢我呀 如果不是当初我说了那些激励你的话 那你也不可能会有今天的成就 是不是 我说蓝蓝 你那两题怎么这么厚呢 当初你为什么跟我分手 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 现在啊 你这变脸比翻车还快呢 你是怎么想的呀 强子 你怎么就不明白我的良苦用心呢 我之所以这么说啊 都是为了你好 能有今天 都有我的一份功劳 强子 我跟你说实话吧 其实 你走的这些年啊 我心里一直挂念着你呢 行了吧 你说这样的话 你自己相信吗 你不知道我是董事长的时候 你是怎么说的 是怎么对我的 我总当时看出来了 这么多年过去了 你真是一点都没变 不折不扣的拜见女 强子 你别生气啊 我也不想跟你这么多废话了 你啊 自己好好想想吧 我劝你 以后别再这样了 好好找个好男人嫁了吧 我还有会议要谈呢 没时间在这给你废话 小李啊 咱们走 哎不是 强子 没想到她现在这么有本事 早知道我突然就不那样对她了